端鲁结粽子飘香 但是年中这段时间天气比较炎热 传统粽子比较难消化 吃多了恐怕又腻又容易上火 热气逼人 不少人开始自制果冻水果粽子 清热解暑之余也保留传统韵味 很多人或许会说 这丧失了传统的意涵 但是换个角度 这或许是在延续古老的文化 满满一带的各类水果 倒入煮好的果冻 晶莹剔透的果冻水果粽子 纯天然的色彩格外吸引人 来自霹雳太平的夏国新 新管令期间制作这种新颖的粽子 用奇异果 火龙果 芒果 龙眼和野果 组成鲜艳的颜色 外形十分漂亮 我们煮那个Jelly的东西 那个Jelly的那个水 然后加那个水果 然后我们切到一丁的分量 然后我们放下去一个纸袋 我们精选过的纸袋 然后五样的成分 我们都放在里面 然后包起来 好像刚才一样 然后封起来 然后给它冷 就凝固了过后 我们就绑起来 传统粽子以糯米 五花肉 蛋黄 梅豆和绿豆等等制成 但是糯米吃多了比较腻 也不容易消化 而果冻水果粽子 则是另一番美味 在炎热的年中清热结束 给人一阵透心凉 五月大家都知道很热的 所以我们弄一种果冻粽子 给人家爽快凉快 这样可以吃到更好 就不会吃到腻啊 因为有一些老人家 是不能吃太多糯米 所以我们就种水果这种东西 老人家也是可以吃啊 我们的东西不会太甜啊 封锁期间 节日的仪式感 让人暂时可以抽离一成不变的日子 找到放松的理由 疫情之下 门市生意难度比较大 夏国新从三月开始 就把粽子放到网上售卖 清爽可口的水果粽子 一天的订单就有一两百个 粽子换上了新衣裳 或许有人会说 这脱离了传统的内涵 当然肉粽饱满和咸香的内馅 传统的美味自然是无可取代的 不过换一个角度 不同的内馅 不同的口感 有着同样的三角形 同样的名称 这也是年轻一辈 为了延续传统 而发挥的心思和努力 以更多元的方式 让更多人认识传统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